喂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支影片呢 应该是这个molecular orbital的最后一小段影片了 那在讲这个basic set之前 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variational principle 跟molecular orbital 因为我觉得要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才后来才会比较知道 这个basic set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拖太长 如果你拖太长的话就有点抱歉 我是觉得是可以顺便利用讲basic set之前 顺便跟各位讲variational principle 跟molecular orbital的东西 那这个molecular orbital呢 最后这一小部分呢 我们来就是直接来 再算一个molecular orbital的历史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会带一些数字进去 我们会带一点数字进去 然后让各位呢能更加的了解 这个算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OK我们这个到底 这个molecular orbital的计算到底算出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可以看出什么 哎呀这个我这个黑板白板好像还没有画完 抱歉 抱歉还没有画完 OK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个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讲这个hf molecule 我们讲一个hf molecule 就是浮化氢 hf molecule OK 那我们也是要利用这个molecular approach 来算这个hf分子的这个ground state 这个energy 还有它的那个对各自对应的这个molecular orbital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hf呢这个分子呢首先呢一样在这个molecular orbital 就是说每一个每一个分子呢都各出一点各出自己的一部分的原子轨道 然后呢组合起来 OK 那这个氢这边呢我这边也像ab两个原子核 那a是氢呢b是 呃p是浮原子 OK 好那现在这个氢原子呢它贡献了它一个es电子 OK 然后呢这个f原子呢它贡献了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考虑架电子就好 那f呢最后那个架电子 那我们假设它是2pz OK f出一个2pz的架电子 OK 好 那样molecular orbital approach 然后呢带进去这个variational principle 这个energy的计算公司 然后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secular equation 这secular equation是detail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哎前几则影片你就自己去看一下 好的这这影片我不再讲那个那个过程 那最后呢你会得到一个secular equation 那这secular equation呢写开来了就变这样子了 OK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来来稍微做一些说明 OK首先呢这个 在我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计算里面呢 首先呢这个saa跟saa等于sbb的会等于1 OK那自己跟自己就是这个 optomic orbital跟自己的overlap都是1 然后呢sab跟sba呢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计算呢我们先把它忽略了 就是overlap indigo 我们把它先忽略一下 OK好 好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你应该知道haa是haa就是这个 呃这个es原子在这个这个这个在这个氢原子的 集中在这边的积分呢叫haa 那这个haa其实如果再写的更学术一点就是sight energy sight energy of 1s electron h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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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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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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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Nucleus H ok 把他擦掉 好 那我們這次呢 ok 好 那最後呢HAB這個對角項是什麼呢 這個是共駕進的HAB 就是bonding interaction ok 就是兩個原子之間間解 bonding interaction 因為這個HAB這個積分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電子呢可以同時在右邊 左邊這個A跟右邊這個B ok 所以它是 電子可以同時在左右兩邊之間 所以它就是等於說那個電子是share ok 以前講公駕進的時候說 說互相share電子 那其實呢正確的講法應該是 那個電子 那個電子可以同時在AB兩個原子核之間 在那邊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 所以這就是bonding interaction 就是HAB 好 那我們說我們這次的計算呢 我們要把那個數值帶進去 ok 那因為這HAA是這個1s electron的sight energy 所以那這個 那那個電子在氫原子核的那個 束縛能的是多少呢 這個其實可以去查一下 這一下子應該一下子就查到了 所以這HAA是有一個數值的 ok 這個叫做-13.6EV ok 好的 那HBB呢是這個 是這個2pz這個電子 2pz這個電子 在這個 這個 在這個F原子核的bond energy 那這個其實也是可以查的到 這個這個數值也查到 這數值好像是-19.6EV ok 好那這個bonding interaction HABbonding interaction 這邊呢我們給他-2EV好了 ok 好的那所有的數值都有了 還有這SAB SAB都有了呢 哎我們來做一下這個計算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後算出來結果 會是如何 其實結果呢也還蠻有趣的 ok 所以呢 把所有數字帶進去一下 這邊是-13.6 然後扣掉1 SAA 所以是1 那HBA呢是-2 然後扣1 SBA跟SAB都是0 所以是-2 然後這邊也是-2 然後這邊是-19.6 然後扣掉1 ok 然後呢ACB呢會等於0 ok那這次的一個 這次有說過 這是一個其次型的這個連立方程式 Homogeneous的連立方程式 那Homogeneous連立方程式呢 這個 這個要解的話呢 這個determinant這個東西必須要等於0 ok 那這個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1元2次方程式啦 嗯哼 ok 那這個determinant交叉相乘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 這個最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 一個1元2次方程式是1平方 嗯 加上 嗯 加上33點 33.2 1 然後加2 6 2.56 等於0 然後你最後兩個能量算出來呢 嗯 一個1是 一個1是-20.2 1等於-20.2 然後呢 另外一個energy呢 是-13 -13 ok 這個呢 這個過程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這邊這影片就不提啦 ok 就給你自己去算一下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解除這兩個 i跟energy 那沒有那我這個 我們之前說每一個 i跟energy都會對應一組i跟vector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20.2這個能接對應的 eigenvector 就是這個CACB的係數呢 跟-13這個 eigenvalue的對應的 eigenvector呢 把它找出來齁 那我們先找這個能量低的 這個1- 我們要不要低調1- 那等於-20.2EV 那我們這個最後呢 我們會得到多少 你把它帶進去這個secular equation 這次特別講一下 這叫secular equation ok 那我們這個secular equation呢 ok 這就這樣會值多小 嗯 這樣會是 6.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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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倍的CA 那得到這個關係是有沒有辦法把CACB求出來呢 其實是可以的齁 因為不要忘記了normalization condition齁 ok normalization condition呢 是什麼呢 5平方呢 5平方在所有的空間呢 積分呢 會等於1啦 ok 所以呢 CA平方 加CB平方 加2CACB 欸 SAB 會等於1啦 ok 那因為這樣SAB呢 是等於0齁 overlay 我們今天假設他是0 所以呢 最後的normalization condition呢 是 CA平方 加CB平方 會等於1 那你這兩個不就可以聯力起來了嗎 ok 那你直接聯力起來之後呢 你就不就得到了一組CA跟CB呢 CA呢 會等於 欸 0.29 那CB呢 會等於0.957 這個計算過程呢 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哈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得到的這個喔 那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啦 在這個 20.2 -20.2這個能界 我們的波函數是0.29 5A 加0.957 5B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算剩下的那個能量比較高的喔 是多少呢 負 13喔 OK 那這負13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得到的矩陣是長什麼樣子呢 這是負10.6 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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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多少 負6.6嗎 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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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吧 然後呢 CA CB 嗯 不過這個讓我想起一點喔 這個的話 嗯 嗯 這個其實這個矩陣是 其實這個解出來 讓我有點覺得好奇 有點 因為西地方的小奇怪 嗯 10.3 嗯 我看一下 嗯 嗯 嗯 OK好 沒關係 這裡我們先一樣 寫0.6 CA-2 CB 會等於0 所以呢 CB呢 會等於-0.3 CA OK 這是第一個 嗯 OK 然後呢 又 CA平方 加CB平方 會等於1 所以呢 最後會得到CA 會等於0.95 Y 啊 CB CB 會等於-0.287 好像等於-0.287 啊 好吧 好吧 那我現在來這邊 等於-0.95 8 5 A -0.287 5 B 嗯 OK 好的 好這個我們就把那個 各自對應的這個 A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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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跟對應的A根 Vector呢 都把它解完啦 OK 那這個過程呢 嗯 這邊其實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嗯 沒關係 不過各位可以先不用管它 因為這個應該不影響最後的答案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結果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呢 我們把這個結果呢 我們把用一張圖呢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其實這個圖是長這樣子的 這個呢 我們現在有兩 用兩個Atomic Orbital呢 組成這個Molecular Orbital 那這兩個Atomic Orbital 一個是氫啊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氫上面的ES 齁 好了 這畫了 一邊這邊是氫啊 然後這邊是 它是-13.6EV啦 那另外一邊呢 是輔齁 另外一邊是輔 然後呢 它的Sight Energy是-19.61EV 好 那我們現在組成那個Molecular Orbital 齁 我們組成那個Molecular Orbital 這Molecular Orbital大概是長這樣子 哎呀 哎呀這個 大概是 是可能有點畫的比較誇張 不過各位稍微忍耐一下 這應該是長這樣子 哎呀沒有畫的很好看 然後呢 這個下面這邊呢 是多少呢 這個我們第一個解出來這邊是-20.2 然後呢 上面這個另外一個是-13 這是EV齁 這都是EV齁 好那這個-20.2呢 它對應的波函數是-0.295A 加0.9575B 然後呢 這是Five 那我們上面這一個是多少呢 Five會等於-0.9585A 減掉0.2875B 嗯 那13w 人們會去試一圈 這個就是呢 我們剛剛得到的 我們的計算結果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arte ok 好那现在我要看给你看的东西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还可以再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算出来这个波函数 首先在这ground state 这个ground state是0.29个phi a 然后加上0.957个phi b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0. 这个0.957的平方应该是 应该是应该是大于这个0.29的平方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在热量子力学里面就有说过 这个前面这个前面这个系数 前面这个波函数前面这个系数呢 还跟方前面那个系数的平方 就等于它是出现在这个状态的几率 那这个phi b呢是指这个电子 电子这个电子在这个浮原子那边的几率 那这个phi是电子在氢原子那边的几率 那我们看到这个0.957的平方 应该是一定大于0.29的平方 所以这个这个表示是什么呢 就是电子比较集中在那个浮那边 而且这个浮呢它的这个波函数呢也会 比较密度会比较比较大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画起来大概就是长这样 啊这个s呢它反而会比h呢它稍微小一点点 所以啊那个p呢 啊那个p那边呢会大一点点 p那边会大一点点 然后呢两个会有一些overlap 两个边呢会有一些overlap 两个边呢会有一些overlap 然后这是f ok 然后这是f 这个是这个波函数代表e 然后这f上面比较浓呢 ok因为它气数比较大 那相反这个anti-bonding呢 这个叫做bonding orbital 这是bonding orbital 是bonding orbital 然后这边是上面这个是anti-bonding orbital ok那这anti-bonding长得像什么样子呢 这边呢你看这个我们这边phiA就0.958 所以phiA其实是比较大哦 所以这0.958的平方呢 哎呀会大于0-0.287的平方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呢 它这个s这边呢会比较浓哦 ok它的es这边会比较浓 那es比较浓呢 那画起来会长什么样子呢 它就是这个h的话 然后它这个s呢会比较大 ok然后这边呢0.287就是2pz那边会比较小 那5pz比较小 就稍微把它画小一点 那可能它是没有bond点 然后这边是f5 然后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它可能是没有overlap 那它可能就是no bonding 或者说bonding的很弱啦 就是weak 就是这边是没有bonding 啊这边是有bonding的 这个是bonding ok 然后这边是大概是没有bonding的 ok anti-bonding或no bonding ok 好这个就是呢这个我们这个用这一些数字带进去所算出来这个molecule orbital的hf的molecule orbital 还有它的这个i跟energy ok 然后这个ground state energy呢其实是符合化学的原理的 ok 因为呢这个hf呢 这hf分子啊 这个我们以前都学过啊 这f呢是电幅度很负的一个原子 ok 所以它这边是delta-4跟delta-0 ok 所以电子呢会比较集中在这个f这边 那你看看我们这个ground state 我们这个比较能低能比较低能接算出来这个这个波函数啊 这个5b这边是占的就0.957 ok 刚刚要解释过 这表示比较大的比例的电子是集中在这边啊 那跟这个我们以前之前学的那个电幅度的概念呢是相吻合的 因为f这边本来就会集中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电子啊 ok 所以这个跟以前化学的概念是吻合的 ok 好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呢 这个其实呢 我们这个能阶图呢 其实呢可以看作是这个sight energy的频率 比如中间化学的线是sight energy的平均 这个是1分之1的这个-13.6加上-19.6 这是什么average的sight energy 就是f就是这个f跟h的average的sight energy ok 然后呢他这个上下两个能阶的delta呢 这个delta 还有这个delta 这你会发现都一样啊 这都是多少 -3.6EV啊 ok 那这3.6EV的这个大小呢 就是其实大部分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和那个bonding energy有关啊 ok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就是 relate to relate to bond energy bonding energy HAB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HAB的这个大小呢 就是HAB的这个bonding energy大小 就会影响这个这上下两个这个delta 上下两个delta 那你bonding energy越强的话呢 上下这两个delta呢 就会越越高 ok 这两个energy就差了 就会差的越大 就 差的越多 越会越越越越那个 越宽 ok 所以呢这个bonding energy呢 就会决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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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阶的这个宽度啦 ok ok 这可以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概念以后可能有些很多地方呢 其实甚至在固态物理里面呢 这个molecular orbital的这个能阶的这个图呢 其实在固态物理里面也是一样会用到的 ok 所以这molecular orbital呢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概念 其实计算化学的基础 或是什么定义原理计算的基础 其实都是都是这个都是这些东西啦 ok 好 好那这个hf这个molecule这边呢 这个 这个用mo就解hfmolecule这边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剩下大概唯一的问题就是 刚刚我们在解那个secular equation的时候 那个 cacb的系数那个关系是 因为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地方怪怪的 ok 但是这个答案是没有错的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有些小地方看起来是怪怪的呢 ok没关系 我之后再检查一下 好 好那这个mo呢 我们mo的介绍 我们到这边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想下一支影片 我们就可以开始 正式来介绍什么是basis set ok 希望这个 大家对mo的概念呢 要先记在脑袋里面 不然你不知道这个 最后那个basis set到底在干嘛 ok 好这个我们这个影片都这样的 那剩下的我们就之后再聊了 拜拜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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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